因為已經過了一段時間 怎麼還是沒有任何動靜 而且我也希望自己趕快好起來 所以他做了一個動作 其實是很不對的動作 他拿一個水果擦 就開始擦一下 擦一下 用力擦 還是沒感覺 他就覺得 怎麼會這個樣子 每一次我出現 然後他都會覺得說 好像除了說真的好像心裡也開心 他也要強言歡笑 就是告訴我 讓你安心 讓我安心說其實他沒事 快好了 對 我們都抱著一個希望說說 我們都覺得他會好 水果給他很大的安全感 是個男人可以頂起一片天 可是後來現在 他必須頂那片天 可是他發現他自己沒有能力頂那片天 他自己還是一個 必須要被保護的人的時候 可能他就做不到了 而不是他不愛他 希望是說他能活下來再說 或許會好嘛 因為老爸相信他會好嘛 所以說 我覺得老爸是一廂情願了 慢慢的慢慢的 他知道說其實 可能性越來越低 可是老爸還是不放心 還是不死心 一直 一直要好看 這個家一直以來 也都是以爸爸男主人為主 所以媽媽那時候 只是不知所措對不對 也不知道未來會怎樣 以前的人大概就是 你嫁了誰 你就是 他就是最大 嫁雞隨機了 你就是他怎麼樣 你很自然去依附他 我會很浩強 浩強的想要去戰勝這一切 可是 或許那不是堅強 可是陳水兒師兄是真的堅強 對 所以浩強跟堅強之間還有一段距離 這部戲他不同於就是我們一般製作的 之前就製作的一些戲劇 包含大愛的戲劇 那其實在這個東西 因為921其實他這些拍攝場景上面 去做一些比較大幅度的 就是說我們希望能夠凸顯這一塊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希望把一些記憶換回來 我們希望用藉由這個東西換其他記 對一個就是說 我們要存在今天愛迪的心 我們常常說轉念轉面 那你常常其實就會發現說 原來你這裡也有一座 你自己的生命花園 看你怎麼樣去營造它 你如果不好好的去經營它 面對它 對待它 它可能就是一個很枯萎的花園 可是你只要好好的常常去教花 關心它 它就會變成一個非常美倫美奮的生命花園 很有生命力 很有生氣的生命花園 本週長情巨戰生命花園 故事已久而易受災而獲重生的 陳水河為主軸 劇情刻畫主角面臨災後 得做輪椅的重大打擊 如何走出生命傷痛 強韌的生命力 故事撼動人心 飾演陳水河的十億男 為精準詮釋劇中主角 不良於行的狀態 開拍前花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練習輪椅的各項操作 為了求好心切 甚至練到手部長繭 連飾演爸爸的資深演員 蔡正南 都對她的敬業態度讚譽有加 實力派演員陸易靖 2013年以光明恒生 入圍第四十八屆金鐘獎 迷你劇集電視電影女配角獎 在劇中詮釋母親陪伴 由十億男飾演中途失明的兒子 走出黑暗銀向光明的故事 這次拍攝生命花園 兩人再度合作詮釋母子檔 也有不同的母子情感呈現 本週的人間度覺友情 將邀請幕後製作團隊及演員 來到現場和我們聊聊 戲裡戲外生命花園的故事